健康消息 来看台湾糖尿杯性行率 台湾有百分之七点一 现在天气变冷 很多糖尿杯的 환家 都来救助疑似 说这个手蚊蚊 肌体气疗 这众兵书团便宜中 以保育主任吕友文 他就利用这个重要的条例 推出胰岛汤 以及针灸来减换糖尿杯 新京白变的镜头 疑似拿着紅币 在白环卡镜头的镜头 为计合 这不是欧阮位 是要来进行 给灵状的雷霞针灸治疗 经络上面的一个穴道 我们都是取末梢的 12条经络的末梢的穴道 然后再配合针灸治疗 我们雷射是专门刺激在 末梢的12经络的颈穴 那针灸的话 就是直接扎在 这条经络上的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穴位上面 所以我们等于是 针灸跟雷射针灸 一起合并使用 这样子 健康的影响是 糖尿白环 最后的重要的 助务控制健康环节 传宾书团中医部 也来推出用葫芦巴 麦门冬 黄莲 中区的味道这些 中医的材 合起来的胃道汤 来降给汇藤 麦冬 然后还有一些 葫芦巴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打碎以后 然后装在那个茶包里面以后 方便患者 就是泡了以后就可以饮用 当然你可以热饮 然后也可以冷饮 是 那其中里面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 是葫芦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 虽然它是重要 但是应用它最广的 反而是在印度 因为印度里面 它任何的饮食方面 通通通都会用到葫芦巴 那葫芦巴它的作用其实蛮多的 它除了有一些 我们一般讲的酱糖作用以外 它还有抗溃疡的作用 所以它对胃也不错 那另外呢 它对一些妇女 它一些乳汁方面的通畅问题 所以肠后的妇女 如果乳汁不同 它也有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茶包 然后方便给一些 糖尿病患者来饮用这样子 除了杰油的衣娃 室渡运动 饮食搭配 以及尊重 各个力量的乳汁针酒 也会改善 糖尿病 心经病病的症状 大众的新闻 林贵英六甲 蔡宏博德